蓝营整合难产冲击国民党2020选情 台湾TVBS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显示 韩国瑜的支持度已经是下滑了6个百分点 如果柯文哲支持郭台铭参选 蔡英文将会渔翁得利 韩国瑜日前与党主席吴敦义会面后 吴敦义放话要与郭台铭见面 商谈蓝营团结整合问题 但遭郭幕僚婉拒 国民党整合难产冲击2020选情 TVBS最新民调显示 蔡英文的支持度比上周上升2个百分点 达到47% 韩国瑜的支持度下滑6个百分点为42% 民调还显示 如果柯文哲支持郭台铭参选 蔡英文将渔翁得利 支持度为33% 韩国瑜的支持度为31% 郭台铭为29% 中立的选拟本来也是韩国瑜稍微引进 那这一次也是蔡英文 反正到底先过来 另一立场偏绿的媒体最新民调也显示 韩国瑜的支持度已连续6周下滑 落后蔡英文近8个百分点 对于民调蔡生含将 外界分析指出 这跟近来韩国瑜不断被爆出负面新闻有关 也受最近周边局势的影响 目前韩国瑜首要处理的议题 应该是止住下滑趋势 不让民调持续下探 对于民调党的议题